最新到店了一台清卡房车 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卖清卡房车也是卖得非常不错 这台车呢是2020年上牌 目前呢行驶了1万多公里 科发的一个上桩 2.8T的一个柴油发动机 6AT的一个自动变速箱 咱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啊 上方的这阳棚 户外小夜灯 户外加水口 还有这个小桌板 下方这边呢是燃气灶 以及我们的这个抽拉柜 后方呢是一个贯动式的储物舱 调料舱都有 门口电动的脚踏板 还有三层的鞋柜 好现在呢我们是到了室内了 空间非常的大 一个字就是大 大空间 大额头床 大电视 大冰箱 大卡座 然后前方架车室呢 匹配的是2.8T的一个柴油发动机 6AT的一个自动变速箱 上方额头床 睡下两个大人 加一个小孩都没有问题 32算的夜心电视 上方这边还有这个 家用便秘空调 四路监控 双开门冰箱 128升 这边连排的吊柜有四个 这边办公 吃饭 聊天 打牌 都是非常好 这边还有USB机口 220伏的一个插座 外堆窗户 八代区域呢 电磁炉 洗菜水盆 这边呢是组合的橱柜 上方美帝的微博炉 柜子好多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抽油烟机 这边呢是一个衣柜啊 有两层 上面可以放被子 下面呢可以挂衣服 它这个设计也是蛮好的 后置横窗部分呢 1米2乘以2米的一个尺寸 两边都有窗户 上方四个吊柜 小夜灯 USB接口 220伏的插座 床的下方呢 是2.5公斤的一个空洗液体机 独立的卫生间部分呢 里面配备了一个赛德福德旋长 马桶 行李水池 花洒 外地窗户 这台车不仅空间大 它的配置也非常高 800安里电 1000瓦的一个太阳能 3000斤变气 360升的一个清水箱 120升的一个灰水箱 大水大电大空间 适合一家六口出行